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破坏我们的事业 严重的甚至会危及身体健康 这是为什么呢 除了命理因素之外 关键是我们不懂得如何召唤好运 如何拒绝霉运 关于如何拒绝霉运 有人会告诉你很多方法 比如改名风水穿戴摆放吉祥物等等 说实话 这些方法或许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效果往往不张 议会缺乏可持续性 而其中真正有效的核心的方法 还是要从心理 从行为 从生活方式着手 不然所谓拒绝霉运 依然是一句空话 假如你长期摆脱不了厄运 大佬建议你不妨试试以下12种方法 1.认命 什么是认命呢 就是要以平静的心去接受命运的挑战 人生有高峰就有低潮 低潮越低 高潮就会越高 因为平衡规律决定 因此面临霉运不要灰心 也不要浪费时间去与命运对抗 干脆对命运说来吧 2.修心 万事万物 万景万象 皆是唯心所造 荣华富贵 既是心识的幻象 终究皆空 不留一物 歹运好运 皆是自己的认知 本身无好无坏 好坏皆为你的分别心所致 修心 就是要去除执着 去除分别 观照本性 一句话 随性随缘 莫要勉强 3.结缘 结缘也是随缘 机缘无师不在 无处不在 一经缘起 就要主动结合 无论是外缘还是内缘 内缘更为重要 这个内就是心 为心为本 其他街外 通过观像 观照内心 实际上就是利用大脑的超低波频率发出自己的真实呼唤 进而改变命运 比如 一个人老是想着自己如何倒霉 只会越来越倒霉 应该这样观想 这是一场考验 好运还在前面等着我呢 给自己发出积极的信号 就会提升自己的信心 同样呢 也会呼唤吉祥好运 因为只要这种呼唤发自真心 又为善念 肯定能够得到回应 因为天人合一 天人同构 所决定 四 施舍 施舍就是付出 古语有云 破财 免灾 许多人在走霉运时 仍死死的抓住手上的一点点的金钱 机关算菌 死挨死底 希望可以挨过结束 重见光明 但须知 自古穷通皆有定 算尽天机 终是空 舍得舍得 有舍才有德 不懂得舍弃 如何能获得呢 因为你今天 缘起了舍的因 明天才会有获得的果 你之所以不能发财 就是因为你施舍的太少 因此当你倒霉起来 宁可破些财来消消灾 例如捐款行善 请客吃饭 或者是购物也行 如果你倒霉时 仍一毛不拔 到头来恐将衣无所有 五 衣着 有的人总是喜欢衣着华丽 穿着阔气 有面子呀 可以吸引别人的眼球 其实穿着华丽 或者珠光宝气 并不能招来好运 反而是最容易招来厄运 比如什么土豪金了 高级皮草了 为啥呢 因为一个人的福德 是有限的 有量的 你现在就享受尽了 享受完了 以后享受啥 福德用尽 自然厄运就来了嘛 再说现实中 你门面装饰的越高档 咋有朋友来帮你 甚至会让好心的 真心的朋友 反而远离你 同样会招来 歹人 小人 恶人的惦记 当然 衣着也不能流于粗俗 甚至邋遢 一来 这样会使自己 一直陷入堕落 甘于穷困 二来 亦会招惹阴雾 阴灵纠缠 因此 一个人的衣着方面 无论是好运 或者是歹运 都要不上华服 不留粗俗 修短适度 举止随心 且恰如其分 尤其是厄运 歹运 霉运之中 六 少言 所谓 祸福自招 说的多了 自然行动的少 同样 说的多 错的 也就越多 要知道 当一个人 倒霉运来 更是 说多 错多 中国人 有句俗话 老子不开口 神仙难下手 外国 也有句 谚语 善言是银 沉默是金 可惜 大多数人忍不住 讲多 错多 故此 倒霉时 请记住 千言万语 不如一墨万金 七 净楚 当某一人倒霉时 常被亲人 有时之事 劝愈 留在家中 不要出门 以免 祸不单行 但是很多人 却忍耐不住 或因某些事情 一定要出门 结果 飞来横祸 后悔莫及 其实当某一个人倒霉的时候 最好留在近处 与言说一样 霉运到来 你的行动过失也就越大 邪魔歪道就会纠缠 八 轻食 当你运气奇差时 切记 酗酒报食 虽不用吃素赎罪 但饮食应以清淡为主 轻则心静 轻则心安 轻则寡欲 一来保持肠胃清洁 身体健康 至少没有怪病上门 二来呢 头脑清醒 不至于上当受骗 盲目冲动 三者 寡欲少求 就不怕别人 别景的诱惑与牵引 行为自然中正 中庸中道 九 退让 退一步海阔天空 当走霉运时 切记逞强 逞凶斗狠 因为这样 即使徒劳无功 也是祸端的缘起 你要知道 即使你道理再多 或许是命不该得 亦可能是你们缘分不善 从道教的观点来看 你们上辈子 或者上几辈子 结下了业缘 你欠了别人的 欠债就得还 还了缘就散 即使它是掠夺 侵占 欺骗欠了你的情 欠了你的账 总会有归还的报应 怎么会遗漏呢 十 忍受 古人常说 忍一时之气 结百日之忧 当你处于霉运的时候 不如低头忍一忍 事情很快就会过去 只要禁忌 留得青山仔 不怕煤柴烧 其实从道家的观点来看 忍受 也是修行 能忍别人 不能忍受的苦 能受别人 不能受的痛 才能成就别人 不能成就的事业 也正是遭遇了忍受的因 才有明天成就的果 忍受不是憋气 是心甘情愿的领受 不对的始终是自己 不要抱恨别人 十一 柔胜 倒霉时 总有小人 欺辱自己 侵犯自己 即使对方不是小人 也可能有理说不清 道不明 除了自己 不要逞强外 还要尽量 弱化自己 柔化自己 懂得以柔 可刚 以弱 生强的道理 他强 认他强 自己绝不要动怒 绝不动气 绝不动手 尽力的示弱 免得事态进一步的恶化 要记住 一个巴掌拍不下 运气也是如此 十二 莫求 俗语中 有师为证 无运莫求神 有运 前觅人 如求则能负 世上无穷人 当你走霉运的时候 应咬紧牙关 靠自己挨过去 不应该把时间消耗在求神拜佛上 因为你的荣华富贵 实际上是自己的造化 天尊 神仙 菩萨 也不能帮你积累福德 还是需要自己积累善行 结交善缘 发动善愿 神仙若要帮助 他们只会帮助这些人 同样 假如你就是这样的人 即使你不求他们帮忙 不求也硬 何须多此一举呢 总的来说 当我们发现自己出现长期霉运 或者不顺的时候 就需要考虑在时间 空间 方位 个人生活习惯 性情等方面 反其道而行之 有时不是简单反反就行 有些情况可能需要不断朝不同方向调整 一句话树挪死 人挪活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人类为万物之灵长 没有理由一辈子围着一棵树打转转 而那些敢于善于反省和完善自我的人 实在是难能可贵 也值得尊敬 成功 也理所当然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分享